這可能是很多男生的雷 就是呢 安妮 妳跟每一位前男友 都可以變成朋友 現任的都會覺得受不了 妳也太太太了吧 因為我覺得妳跟一個人在一起 一段時間 妳們可以就是一起吃飯 誰在一起 妳們分開的時候 為什麼要就是完全不聯絡 所以我真的不太懂 都曾經這麼地認識妳的東西 就好像妳的同學一樣 為什麼要就是假裝 我不認識他 對不對 但是要看人好不好 但是有的男生 真的不太會接受 我跟每個男朋友都會做朋友 但是我跟他們做朋友 不是那種就是 每個禮拜一一起去吃飯 當然不會 但是還是偶爾可以說 生日快樂 什麼的 那如果男朋友不願意呢 妳還是會繼續跟前任聯絡嗎 有一個男朋友 我之前有交往過一個 美國男朋友 然後他對我也非常好 他有一次來台灣 我們本來就是 有時候他比如說要二十號來 他特別前三天 回來台灣就是給我一個驚喜 然後他帶衣服很大很大的花這樣子 在我家門口等我 然後剛好通告結束 然後我回家 我也是搭房子這樣漂亮 幸好那天我就是有通告 那麼開心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他在我家門口這樣拿著花這樣等我 我就是好感動 然後結果什麼都很好 然後又一次 我大概第三次去美國找他 然後有一個晚餐 我們已經住在一起 他就住了房子 我們住在一起 在馬哈頓 OK 我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說 我們住的房子 你們都知道J-Lo嗎 J-Lo就是住在我隔壁 我都覺得很帥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很帥 對 然後他出的 我男朋友出的一間層房 他們一起在那邊移動 J-Lo也是在那邊移動 所以對啊 國際明星好不好 對 對 輪我強化有禮貌一點 對不起 好 沒事... OK 好開心喔 對 然後我們就是住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晚餐 他跟我說 我好像有看到 你跟一個前男友說生日快樂 我說對啊 這樣 他就是說你不可以 我就是不同意 你跟任何的前男友聯絡 我說不好意思 你是我爸爸嗎 你是誰 你為什麼會告訴我要做什麼 他說那你再跟他聯絡 我們就來分手 想這麼做 我說好啦 分手就分手 然後我就我東西收一收 妹妹在怕的 然後就去我朋友家 然後過了一天 他就是來找我 然後也要帶花 因為我很愛花 然後道歉 然後在那邊哭 他自己就跟我說 他從來都不會哭 然後當天的就是哭 然後哭著 我很愛你 你可以分...什麼... 然後我們符合了 結果我還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他在 就是換他要來找我 他要來找我的 先一個禮拜 就是疫情開始了 然後他就沒辦法回來 然後他跟我說 那我們現在要用 FaceTime聊天 對不對 我說好啦 可以啊 他說好 那你開著 放在你家裡 我就是看得到你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去買你的事情 然後一整天要開 哇 你們覺得... 監視器 對 這是監視器 對 我好像一個小孩 然後我們時間十二個小時 所以我就是睡覺的時候 他才醒來 然後他說 你去睡覺的時候 你也要開 我看著你睡覺 這有點恐怖 對啊 變態 他可能怕我就是回照別人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好像不太行 然後結果我就跟他分手了 因為我想說 我的自由 還是就是我的人生還比較重要 比愛情比較重要 OK... 雖然這個感覺條件很好 很浪漫 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不行 我們現在還是有聯絡 還是就是說生日快樂 然後... 他變成了... 他變成了一個 被說生日快樂的 你有沒有在過去的感情裡面 有沒有哪一段 你覺得跟他分手很遺憾 會後悔的 對 還是會後悔 平常我就是跟人家分手的時候 我還是會想好 然後我真的到受不了的時候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 你才會分手 然後那個男生 他真的就是對我非常的好 他一次都是沒有發過脾氣 或是就是沒麻過我 他一直什麼不好聽的話 都沒有說過 我們在一起兩年 然後他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然後幫我切水果 可是不是一般切 他就是幫你切什麼愛心 喜喜 還雕花的 可是我去拍戲的時候 他就載我 然後接我 他有一次我拍好像 長立的一部戲 然後他就是就在那邊的櫃檯 留一些生魚片給我吃 因為他知道我在減肥 他還特別覺得 我真的好感動 然後我就是工作比較忙的時候 他在家裡把我所有的衣服洗好 然後幫我刮這樣配顏色 就是白色的跟白色的 最佳管家 真的很棒 然後我們就一起這樣子 然後又出國旅行什麼的 都很棒 他有一次好像有一年的生日 他就帶我去 沾灘島 布拉開 是這麼說 沾 沾菲裡瓶的一個很漂亮的島 沾叫什麼 長灘島 那邊很漂亮 然後所有的 誰喜歡什麼 飯店什麼的都打扶了 他就是我的 變成就是我的禮物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那時候很年輕 好像二十幾歲 但是就是 他也不是很有錢的人 所以他這樣帶我去旅行 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結果我們這一十兩年 然後我就一定要跟他分手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 那為什麼要分手 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 好像不一樣 因為我一直就是很喜歡 我喜歡工作 然後我覺得世界這麼大 我不一定一直要在 俄羅斯或是在台灣 或是在美國 想去看這個世界 我可以住在普通的地方 也可以做很多普通的工作 你的人生不就是 就這樣子在你家 但是他的人生 他比較喜歡簡單的生活 你就是去工作 工作回家 可以這樣甜甜蜜蜜 看個電視 吃個便當就這樣 然後我發現 如果我繼續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一輩子會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好好跟他講話 我也滿難過的 那時候我好好跟他講話 我說我真的很對不起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 跟你繼續在一起 然後他 他一直就是拜託我 你可以再想一下什麼的 大概一兩個禮拜 然後結果他開始離開我家 因為我們 那時候我住我家 然後他離開我家 過了一個禮拜 我都覺得好想念他 因為沒有人顧我 沒有人幫我解釋我 差不多得非常 對 然後去廣州 我要叫Uber啦 我從來都沒有叫過Uber啦 對 然後我打給他 我說你要不要回來 然後他就說我不要 他說對 你這樣就是 我已經有拜託過你好幾次了 那你就是拒定好 沒想到他還那麼堅決 他就是你拒定好 不要跟我在一起 那就你讓我走好了 對 然後我就是開始 重新開始我的生活 然後我說好 那現在我們還是好朋友 還是會說生日快樂 對 他們超好的 可是我有一點後悔 現在已經不會了 好像沒有耶 但是我們也不會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 現在我知道我做的是對的 你的心態已經決定了 但是那時候 我剛分手的時候 我覺得我難過滿久的 應該有兩三個月吧 對 我離婚難過了八年 會比較快 因為可能很多事情不習慣 但是想想兩個的目標 長遠目標是不一樣的 還是會有一些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 那你現在對愛情的態度是什麼 我登山快一兩年吧 真的喔 也不容易耶 你長得這麼絕色天下 我就是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不要跟人家在一起 你是特意的 對 特意的 對 因為我之前就是 一直有男朋友 所以我就是很需要人家陪我 所以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我一個人怎麼可以吃飯 我一個人怎麼可以 去外面走一走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麼一個人走 所以我跟前男女兒 在年前分手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說 你現在就是要好好享受 跟你就是自己陪伴自己 對 所以我就是學會 我第一次一個人吃飯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都不知道怎麼吃 真的 然後這樣過了兩年 我現在很享受 跟我自己的時間 我可以在家裡看個 網絡網絡 然後去按摩 或是走菜給自己吃 什麼的 我都覺得還不錯 那我現在才學習 好好愛自己 這樣我覺得 我現在的轉態 我可以 我遇到一個對的男生 會更幸福 不然你跟一個男生 就是為了你不要一個人 在一起 一定會分手 對 OK 好 不要是因為寂寞 對 真的遇到一個對的人 H你怎麼看 愛情跟親情 我們今天的主題 愛的進化論 我覺得這個題目 可以講三天三夜 可能講過 真的 這個太大了 對 小一點來講 像你講的那樣 自己一個人可以生活 自己做菜可以自己吃 自己懂得自己怎麼生活 這是一點 第二種愛自己就是 我去對身邊的人都好 身邊的人 他們自己的愛 也會回到你身邊來 那你自己會等於 你的愛自己的力量會重複 那這整個世界就會變得 則平 對 更美好 最後是世界大部分 對 今天講得無限寬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OK 我們今天 謝謝大家這個時候的分享 真的 我們祝每一位 都生日快樂 天天開心 過去的每一任 才能夠成就我們現在的自己 那在愛裡面 我們不斷地和解 當你開始懂得愛自己的時候 懂得付出給予的時候 單身不單身 真的是單身行不行 都行啦 祝福我們幸福來臨的時候 勇敢去珍惜跟把握了 莉菁姐加油 加油 拜拜 謝謝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